物交上涨民众的消费是不是也跟着缩手呢 最近有七个国际品牌要进军台湾 不过他们都会先试试水温 都只有在各大的百货停留短短三个月 要先看看品牌绩效如何 国际精品进军台湾 请来名模百姓会站台拉台绅士 七个国际设计师品牌四个独家代理 不过这次精品进驻百货 却以快闪电的形式试卖三个月 探探市场走向 快闪电现在是个全世界很流行的一种经营模式 那第一个它让消费者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在呈现的电装方面可以比较活泼一点 转身店面就在手扶踢口 新形态店面快闪电大流行 快闪电通常停留一个月左右 三四平的小空间却都设在人潮流动处 客流量大再加上短期租约租金比较便宜 在寸土寸金的百货商场 占尽优势评效表现相对亮眼 我们觉得它的客群还蛮独特的 也蛮适合我们的商品 所以我们就这个地方 想用快闪的方式先来做一段尝试 其实我们评估出来大概也在八成左右 来到美食街 又是一家意大利双麒麟店 跟着时事还有话题走 百货引进不同快闪电制造话题 聚焦目光快闪电的短期效益大 又能先试试水温成为百货 与厂商签约的指标 时尚餐饮品牌纷纷投入 也难怪快闪电形势越来越多样 入店TV天主轩台北报道 riel点台北报道